霹雳金堡都亚冷因为新鲜美味的淡水虾成为了当地远近驰名的弊点料理 可原来这片淡水虾生产地也曾经在上世纪50年代一度面临淡水虾短缺问题 直到水产业者灵机移动,开始养殖淡水虾,才解决了淡水虾供应不足的问题 霹雳金堡都亚冷以美味的淡水虾文明 算一算,当地有11家海鲜酒楼,每年被掏客吃进肚子里的淡水虾数量相当惊人 上世纪中期,都亚冷因为稀苗的盛产带动经济 海鲜酒楼也如雨后捉损般开业 但靠野生捕捉的淡水虾根本不足以应付市场庞大的需求 都亚冷的天时地利下,有水产业者当时就抱着尝试的心态 从附近河水引进野生淡水虾放在养殖场 结果就带来两全其美的成果 不仅解决市场的短缺问题 同时培育出和野生虾口感相近的养殖大头虾 以前没有人用虾,就全靠天然虾 天然虾就是河虾野生虾,那些很漂亮 但是供不应求,吃客多了 所以我就慢慢研究,让这些虾会帮忙供应那些餐馆 这样一样的虾又可以收成,可以供应给他们 变成他们的酒楼就得消量 食客又逐渐增加 业者指出,河水和池水的相互通流 养出来的淡水虾同样深受14业者的欢迎 进而吸引更多水产养殖业者改养大头虾 让都亚冷成为年产数千吨淡水虾的供应中心 养殖过程除了要看天气和水源这些外部因素 海点盐防水赖和鸟群的酌食 对养殖业者而言 20%的收成已经是天大的好消息 足以应付市场需求 而材料新鲜 烹煮的方式也严格把关 送到韬客面前的 就是一道道让人食指大动的佳肴 做那个清蒸的啦 清蒸的 你的火候要拿到对 那个配料 那个料酒啊 酒啦 我们是用烧心酒的 他们很多是用那个白酒 白酒没有这样香 中国啊 你要看那个虾的大小 你那个时间配合得很好 如果配得不好 太熟也不好吃 不够火候也不好吃 不够熟也不好吃 要刚刚好 为了迎合大众的味蕾 酒家还会提供 其他煮法的淡水虾 包括豆酱 茄酱 清蒸和奶油 一份坚持选用新鲜虾 也让食客感受到业者的用心 来吃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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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